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靖跟随罗戎环到达沈阳 在刚刚组建的东北民主联军中 担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 当时东北的局面相当混乱 就中共方面的东北民主联军来说 虽然人数多达十几万 但部队都是从各自根据地出发 彼此之间没有电台联络 连总指挥部也不知道自己的部队究竟有多少人 在什么位置 打起仗来 甚至还找不到自己的队伍 而当地老百姓也不了解共产党 把国民党当成正统 使得东北民主联军几乎成了瞎子 龙子 一只于山海关丢失 锦州失守 辽西走廊洞开 1946年初 东北民主联军主力一直退到松花江一北 不仅士气低落 处境也极为艰难 林彪很想打个大胜仗鼓舞士气 可此时的部队仍然装备齐缺 注地分散 群众发动依然不够 只好把希望寄托在苏靖他们身上 苏靖受命后 很快编织起一张卓有成效的情报网 并迅速组织100多名情报人员收集敌情 2月11日 苏靖向林彪报告 第89师进两个团 脱离其主力到达秀水河子 离主力有三天的路程 林彪当机立断 迅速就进调集七个团的优势兵力 一举将其全坚 从而拿下了进军东北以来 第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4月15日 林彪又根据苏靖的情报 再次指挥部队在大蛙一举歼灭第87师4400人 大蛙战斗结束后 林彪高兴地对秘书纪宗全说 一个苏靖等于十万雄兵 正是由于有苏靖的情报做后盾 林彪伺候经常通过电台直接指挥师 团一级作战 作战效率大大提高 1948年秋发起的辽审战役 关键点在于锦州 可对于毛泽东攻占锦州的命令 林彪却信心不足 因为林彪擅长的是运动战 不喜欢攻坚 毛泽东一边一再强调关门打狗 务求全坚国民党军主力于东北境内 一边用巨大的耐心 通过一封封超长的电报 开导林彪说 今日之冬夜 已非当日无下阿盟 要树立信心 取得前所未有的伟大胜利 最后甚至不得不支持林彪软弱 严令拿下锦州 形成瓮中捉鳖之势 迫于毛泽东的压力 林彪终于率领数十万东北野战军南下围困并攻击锦州 锦州之战 顿时成为国共两党 在东北战场的生死对决 抵守成司令范汉杰黄浦军校一期出身 曾在日本 德国考察学习过西方军事 在国民党军中堪称能战之江 国民党还调集十万大军从锦西葫芦岛方向增援 而锦州与锦西之间只有四十公里 可谓近在咫尺 加之期间无闲可守 又东林渤海 急易遭到国民党海军的炮火攻击 蒋介石也在葫芦岛海面军舰上亲自督战 大有一举歼灭东北野战军与锦州 城下之势 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的伤亡 一天天再增加 锦州城却纹丝不动 情况万分危急之际 苏靖和野战军炮兵司令朱锐冒险深入到锦州外围的一线去收集情报 不料却雪上加霜 朱锐不幸处雷牺牲 部队的压力更大了 就在这时 苏靖帮助林彪找到了突破口 在深入前沿时 苏靖发现二纵武师在攻打一线时 采取了坑道进破作业的工程方法 部队伤亡很小 当即意识到这个方法 可以在所有工程部队中推广 他立即向林彪面成以坑道进破作业攻占锦州的建议 林彪位置可否 虽然苏靖对林彪十分了解 知道林彪一句话不想听第二遍 但他还是去林彪那儿 又中奖了一遍 这次林彪极为重视 电令工程各纵队 师 每个师以三分之二的兵力抢挖高宽 各为1.5米至2米的交通沟 置敌阵地50至60米处 很快 金州陷入解放军纵横交错的坑道包围之中 工程部队在坑道的掩护下 伤亡大为减少 东北野战军的炮兵甚至能从坑道中 抵近到黎城根只有100米的地方射击 范汉杰一度计划成解放军伤亡增大之机向城外反攻 可当他看到城外的坑道越来越多 越来越密 却看不到解放军的人影时 不禁哀叹道 守城无望了 10月15日 金州解放 范汉杰兵败被俘 金州之战中积累的攻坚经验 让东北野战军士气大震